历史上的李广被汉文帝刘恒赞为 如果生活在高祖时期 最差也能混个万库侯 而在汉武帝刘彻攻打匈奴时期 他一次被俘 一次被围 一次迷路 至此也没能完成他封侯的愿望 落得了自杀身亡 那么被匈奴人敬重畏惧的非将军李广 最终没能封侯 难道真的是因为实运不忌 皇上 这次要重用我李广了 唐代大使人王博曾经写道 逢唐一老 李广难封 其实这也表达了一些悲情人物的无难 在汉朝与匈奴几十年战争中 李广曾和匈奴有过三次重要交兵 第一次是公元前129年 汉武帝派了四路大将进攻匈奴 李广率领一只兵马 被匈奴主力阻击 因为匈奴蝉鱼敬重李广 所以将他活捉 李广临危不乱 在两匹马拉着他的时候 假装死去 趁匈奴人不注意 抢了一个匈奴孩子的两马 绝尘而去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的120年 李广率领四千兵士 初右北平攻打匈奴 在深入草原数百里的时候 忽然冒出匈奴人的四百骑兵 将他们团团围住 匈奴一阵狂风暴雨的进攻 箭矢像暴雨一样 射向这几千人 就在这紧要关头 李广连发三箭 三个匈奴士兵应声落马 这暂缓了匈奴人的紧攻 第二天援军来到 李广才得以解救 最后一次和匈奴交兵 李广已经六十来岁 可能这一次 就是他最后的封侯希望了 从箭矢那里 汉军了解到匈奴缠鱼的位置 李广想率军去攻打匈奴缠鱼的中军 但是魏卿为了让他失去侯爵的好朋友 公孙敖恢复爵位 就调离李广走左路 也就是从东方迂回去进攻匈奴 李广受魏清节制 没办法愤愤而去 他本来常年在汉江域的西方和匈奴作战 从东方出兵后 领着数万大军迷路了 大军会合的时候就误了军期 李广郁郁和手下将士说 我自劫发以来 和匈奴打了大小七十多仗 这次有幸能和匈奴缠鱼交兵 但是却被大将军调到东路 以至数日迷路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 我年老历衰 不享受刀比利的侮辱 不如一死了之 然后引刀自杀身亡 百姓听说以后 无论老少都为他垂泪惋惜 魏清为什么不让李广去对匈奴缠于中军呢 这其实是汉武帝的一选 汉武帝要想封李广为侯 其实很简单 在行军路线上给他安排个好的线路 早就封侯了 其实综合起来看 是汉武帝不器重李广 所以李广 至死未能封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